最近NBA最受争议的一位球员当属巴特勒了 因为巴特勒在这个休赛期 彻底和森林郎队闹翻了 他先是在训练中带着一群 因缘球员打包的主力球员 紧接着又跟记者吐槽 说森林郎队的很多人有天赋 但是不努力 自己很讨厌这种感觉 而森林郎也一直在尝试交易巴特勒 甚至和火箭队和热火队商讨了几番 但是森林郎队漫天要驾 的萨迹即将开始 巴特勒有很大的可能性留在森林郎队 而森林郎队试图解决了巴特勒之间的矛盾 这次事件中涉及到维坚斯 也在近日回应了巴特勒 魏金斯今天在采访中谈到队友吉米巴特勒 被受指责的魏金斯 其与巴特勒非常高的评价 我所知道的是 当我们开始打印战时 吉米是球队所需要的球员 魏金斯说道 但是很多网友也说 魏金斯暴露自己的性格 太过云软弱 甚至连吵架都不会 其实魏金斯的确是一个很乖的球员 但是他的年少得志 也有些害了他 因为不需要太多的努力 就会比很多平凡球员舒服太多 所以很多人指责巴特勒 年纪轻轻就开始养老 甚至也有很多网友指责 魏金斯根本对不起壮的名头 消息来源 我自己给大家打印战时 阳真辈是 确实 这 我们在阳真辈